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着他们的血肉 老胡的冲事戛然而止 风势齐立 胡华豪紧紧的眯缝着双眼 一只手死死的拉住了旁边的弹力栏杆 双足却自钉子一般直接插入地面 衍生出了无数的裂纹 风力再尽 你又奈我何 四下里的各种物体 均是被强势的锋利卷入进了这一道人为的风暴当中 就连靠得比较近的观众的帽子 围巾等轻软的东西也未能幸灭 均是被裹入进之后搅碎成了极小的碎渣 再从十六七米的高空缓缓地洒落而下 老胡尝试地使用了地雷阵等技能 都是无疑能够穿透过那两把锐利的铁爪 所构筑成的坚固防线的保护 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那旋风竟然和缓缓地向着胡华豪移动了过来 这一招竟然是攻守兼备 这就是金家潘对于蔡宝剑的真超绝龙卷真空战的评价 在这样的可怕的风暴下 很难对蔡宝剑形成有效的攻击 胡华豪使用了地雷阵发掘 完全无效以后这才发掘 原来蔡宝剑的双足是刚刚好离开了地面五六厘米 就算他整个人还处于在缓慢的下落当中 但是蔡宝剑只需要偶尔的用脚尖在地面上点上那么一点 就又可以再次提升悬浮的高度 这时候啊 方民也是恍然了 因为龙卷风暴衍生出来的浮力 足够令体重很轻的蔡宝剑出现了失重的现象 根本他不用接触地面 而地雷阵则是完全依靠大地来传导行进的 蔡宝剑根本就不接触地面 当然是完全无视地雷阵的 胡华豪现在却是陷入进了两难的局面 针超觉龙卷真空展带来的不仅是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更多的是强烈的吸附之力 体积越大的物体所遭受到的吸附力也就越强 现在胡华豪的双足都深陷入坚硬的地板当中 另外的一只手还需要用力地拉住旁边的立柱 才能够稳住重心 若是不动的话 那么渐渐移动过来的针超觉龙卷真空展 则是携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是步步迫进 若是后退的话呢 很难说在失掉的支撑里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过老胡被活生生吸入进龙卷风暴当中才是最大的客户 但在这个时候 胡华豪却是忽然间放开了拉着的立柱 他降低了身体的重心 然后双拳护肌在一起 可以清晰地听到骨头关节上咔啪的催醒 然后他将粗壮的双臂伸直 似大朋友的翅膀一般高高的指向了天空 然后他又深深的刺入进了地面当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老胡的双手上面反出了淡淡的绿光 而显然这是他动用了迪肯的残暴这个技能了 土石翻飞中 大量的碎石石沉 仿佛烟雾一般从赛场上面翻腾了起来 然后在龙卷风的高速蜂蜜之下 被迅速的吸附了过去 就像是一条粗壳的 诡异的灰白色的带子一般 长下靠得比较近的记者们 被烟尘迷蒙住了眼睛 想要靠近一点进行拍摄 想看得清楚一些 但是不知怎样 他们刚刚起步 便悟地一下子捂住了耳朵 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手指缝隙当中渗透出了鲜红色的血迹 这时候他们才发觉 地下似乎多出了两只透明的巨掌 裹挟着地上的灰尘和碎石 在用力地挖掘着什么 无情地破坏着大地的构造 而伤害他们 便是从老胡的双手之上 大地之下发出强烈的此声波 这个时候就反映出来了 胡华豪与大门五郎的截然不同来 大门五郎是十分虔诚地信仰着大地的力量 他是一个日本本土宗教道教的教徒 日本的神道教 其主张就是自然和谐 人死就像是花瓣的飘落 神灵存在于大自然当中 伴随人们生活当中 对于胡华豪来说 他昨天晚上曾经应邀进入到大门五郎 这个神道教教徒的花园 那当中的经历实在是非常痛苦的 一切都要千万地小心行事 很可能你无意当中一屁股坐下去的石头 就是主人的亲戚什么的 比方说 大门一脸严肃地告诉老胡 他的花园里有四个神灵 一个是他的爷爷 三个是自然界的神灵 而被老胡看中当中 用来客串一下座椅的石头 还有名字叫做植木屋老爷 在这样的思维下 大门五郎对于大帝 是非常尊重的 他不会随意地决土 就算是有石头挡在了路上 也会很尊敬地将石头上面的灰尘擦拭去 然后再搬到旁边 若时间允许的话 还没准会采点花扯点草来祭祀一下 但是老胡这骨子里却是受到了七家社的影响比较多 十分崇尚那种肆无忌惮的风格 七家社的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大帝的逆子 由此可见 他的行事作风肯定是与暴力和破坏是有关的 眼见得场边的记者是纷纷倒地 挣扎着逃走 还有的直接承受不住 昏迷了过去 深月财团的工作人员也重新规划出了安全区 好在KOF大会上配备的医务人员也是相当的多 受伤的人也就得到了及时的照料 大地的下面传来了隆隆隆的声音 就像是火山即将爆发似的 然后若雷的轰鸣声响了起来 那声音将龙卷风的风声彻底地掩盖住了 接着胡华豪就吃力地慢慢地直起了腰来 他的双臂上肌肉紧绷若铁 连青筋血管都在皮肤下面是盘旋回绕着 甚至可以仿佛听到他的血液在发出了愤怒的冲击声 比赛场地上开始出现了可怕的深邃的裂纹 财宝剑的瞳孔顿时缩小到了极限 真超绝龙卷真空战略纵然是攻防一体的绝技 但是致命的弱点就是移动速度相对缓慢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蔡宝剑都要将对手逼到烈士的环境下才会使用这一招 但是要将他与胡华豪这么一个强悍的近身摔头者缩短距离 实在是没啥信心呢 但是他还是成功的将胡华豪巧妙地堵在了后半截的擂台上 虽然给胡华豪留出来的活动空间比较多 但是在蔡宝剑的构想里面 毫无疑问 胡华豪是没可能冲出自己的这个杀举的 但是这个强悍到了变态的男人 却做了另外的一件事 一件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恶地张大了嘴巴的变态的事 胡华豪竟然用怪力将半个比赛场地的坚硬混凝土钢筋地面 给活生生揭了开来 这个比赛场地乃是沈岳家早在两年前就给建好的了 乃是选用的军队当中用来修筑地堡的特种水泥 加上钢筋混凝土是胶筑而成 混然一体 上面铺设上了弹性很好的木质地板 而胡华豪却是活生生地将这个钢筋框架结构从地面上抬了起来 然后将这个宽大四十余平米厚近一米的巨大钢筋混凝土举块就这么竖推着直立了起来 然后堆准那个还在疯狂转动肆虐的超绝龙卷真空斩给缓慢而坚决的猛力地推动了过去 蔡宝剑这时候有一种想要吐血的冲动 他虽然对自己的龙卷风暴很有信心吧 但是这东西还是有相当大的限度的 这就好比是中方不败手上的那根绣花针 那固然是无坚不摧 匹靡天下 但是您要他去种田 那也绝对不可能用这一根绣花针直接除出地来啊 严格说起来 蔡宝剑的这一招真超绝龙卷真空斩的行为 已经算得上是营造出了以力破巧的局面 这么攻防一体的席卷他过来是十分恐怖的 但是老胡用这么蛮横无比的尽招进行对轰 反而是蔡宝剑的招数成了巧的一方了 赛场当中的大部分的观众都惊恶地站起来了 因为他们的屁股下面的板凳的颤抖实在是太过剧烈了 坐不住啊 老胡一个人似怪物一般推着自己身体几十倍的混凝土巨块 缓缓地前逼着 而蔡宝剑根本没办法硬碰硬 他的龙卷风暴的主要杀伤力就在于双手的铁爪上面 尽管这对铁爪呀 乃是蔡宝剑亲自用合金钢打造出来的 并且高速旋转的杀伤力足可以毁坏任何的血肉之躯 但是他又完全没可能磨破那个厚大一米的钢筋混凝土墙壁啊 更不要说还能伤害到后面的胡花豪了 树欲净而风不止 那么风一旦止了 树自然便净了下来 同理啊 蔡宝剑一旦停下了旋转 那个险恶的风暴自然就消于无形当中 所以风停了 蔡宝剑在这样的恶劣的局面下 只能是选择强行终止了自己的真超绝龙卷真空展了 他重新依靠自己的速度优势来夺回盛世 毕竟战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分钟了 而比赛的上线时间仅仅只有十五分钟 截至到目前为止 蔡宝剑的体力值还仅仅只是少掉了四分之一 而胡华豪的体力值仅仅余下来五分之一了 因此 若是比时间拼消耗的话 蔡宝剑稳胜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拖延 以速度建成的蔡宝剑此时表现出来的跳跃力还不是他的体现 在紧急的时候 蔡宝剑居然还具备了二段跳的能力 就是首次起跳以后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还可以将脚下的空气暂时实体化 进而重新借力再次进行跳跃 因此 二段跳 当真是令人防不胜防 往往可以骗取不少人的招数 比方说 八神鞍的百事鬼烧 或者说是板骑梁的虎炮拳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空高度 根本都没办法打到蔡宝剑的二段跳的 所以蔡宝剑用二段跳想要拖延时间 也绝对不是无稽之谈的 而是一种最合适 最理智的强悍的打法 老胡的嘴角露出了一门冷笑来 见到了蔡宝剑这样的应对以后 是丝毫都没有迟钝 而是陈鹤一声 继续满哄无比的用左手支撑破裂的火凝土墙壁 右手却是一拳 重重打在了身前的火凝土巨块上 上面顿时出现了好几条且深且长的裂纹 然后四五块火凝土碎块已经从上面是飞射了出来 直接击上了空中的蔡宝剑 蔡宝剑一声怪笑 胡华豪击飞出的那几块火凝土碎块只有拳头大小 上面还粘粘着扭曲的钢筋 蔡宝剑用自己的钢爪将这击飞之后 这手上已经是隐隐生腾了 毕竟胡华豪的力量与他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但是胡华豪随之又是重重一拳 积在了火凝土墙壁上 有一次飞出的碎块是更多 蔡宝剑一直都是嫌自己跳跃的不够高 但是此时他在这密若咒语的石块的呼吸当中 却只恨自己快点落地才行啊 这样的在空中不能变相 不能遮挡 只能被动的招架的时间 实在是太难熬了 蔡宝剑落地 胡华豪却已经是一脚踏上了面前 裂纹漫步的钢铁混凝土墙壁 本来就伤痕累累 千疮百孔的墙壁粉碎 红人炸裂 露出了这里面能弱骨骼一般扭曲的钢铁 胡华豪在这尘土飞扬里 埋着头 弓着腰 向着蔡宝剑是冲击而至 你感觉 就一如下山烈尸的猛虎 充满了饥渴 贪婪 还有强烈的霸道之意 蔡宝剑一咬牙 双脚在地面上一蹬 双手合在身体的前方 而最前端 就是自前两只锐利的铁爪 他瘦小的身体 立即变成了一只锐利的黑色剑簇 直接刺向了胡华豪 他此时已经被胡华豪逼到了绝境上 他此时只能用破釜沉舟的决心 来为胜利而战 蔡宝剑发出了自己的旋风 飞焰刺突 蔡宝剑的这个技能 可以做到闪电一般的突袭对手 若是对手没有防备的话 很可能就会被刺到失去平衡 然后在空中被他连刺四下 然后还能够被接驳上龙卷疾风斩 或者是学自于金家潘的SG技能凤凰斩 若是胡华豪闪避甚至是防御的话 那么蔡宝剑也可以趁势连续的变相 四下击飞而出 改变掉自己现在被活生生压制在场边的恶劣的局面 而胡华豪选择的应对方案却是闪避 他闭上眼睛 后撤了一步 看起来是要施展从大门五郎那儿学来的侧身闪 但是他这一退也就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蔡宝剑可以借助旋风飞燕 试图这一次突袭成功的逃逸出去 将老胡先前苦心积虑 才将他堵到死角的优势彻底的化为乌有 不过只有方明等少数人才注意到 胡华豪后跨出那一步侧身闪的时机 比先前要早上那么一瞬 而这瞬间的差距 很可能就是 会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音乐 音乐 感谢观看